有补蟹的行家就有卖蟹的行家 福永 深圳最后的渔村记忆 很多人在这儿买了十几年的海鲜 也有人每天在这儿守候 一直没有离开 现在深圳的城市发展很快 本地的海产品越来越少了 但是我想大家都希望能保障一点老深圳的味道 陈西红 深圳原住民海鲜市场的创办人 很多老商户每每进了量货 都得让他来鉴定鉴定 你一看那玩游线的 那个爪的关节都有柔的 打开咽 更看到有金黄的 这个是真正的黄油蟹 而且这个已经顶级了 黄油蟹 青蟹中难得一见的珍品 每到盛夏 带糕的母蟹游到珠江口的浅滩齐息 有些会暴露在猛烈的阳光中 在一定的概率下发生突变 蟹膏化成金黄油脂 渗透到全身各处 一支油脂最饱满的黄油蟹 出现概率不超过千分之一 老陈比谁都了解黄油蟹的难得 市场下班 喧嚣远去 又到了每天最享受的时间 我跟海鲜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海鲜做法很简单 做法简单 又能吃到新美的味道 老陈买的这几只黄油蟹必须当天料理 形态完整是重点 哪怕掉一条腿 蟹油也会严重流失 冰水混合物可以将螃蟹冻到麻木微浆 蒸汽熏烫中 蛋白质受热 变性凝固 蟹油渗出 达到完美的高肉混合 老陈的几位老朋友早已闻油而来 蒸好的黄油蟹有一种特殊的蟹油香 这来自芝蓉性的挥发性风味物质 蟹肉被染成金黄 滋味甜到悲伤 口感润到难忘 这种难得的体验 很多会吃的老广也渴望不可及 老陈卖了半辈子海鲜 他的快乐总会停留在这一刻 就像深圳人对渔村的记忆 停留在浮涌一样